如果说入秋有一个标志性穿衣动作的话,那或许就是你从衣柜里搬出风衣的那一刻,没有什么搭配,是比风衣更具有秋天的气息,防风防雨又保暖,最适合的就是变化多端的秋季, 纽约时周周上很多时髦人就已经,三分穿上了风衣来Battle,款式不衣,但却统统有形,而很多人如秋的Shopping心愿恐怕,也都是买到一件称心如意的风衣吧,从一战就诞生的风衣,至今也发展出了很多款式,不同的身形选择起来也是会有小小的不同,最适合你的是哪一件? 今天F君一次性全解答长度,在膝盖左右的风衣,被称之为中常款的风衣,这种长度最经典而且最好穿,适用于大多数的身形,屁股,手臂,大腿有肉肉的都不怕,搭配起来也没什么难度,既可以穿休闲十足的裤装,也能配飘衣动人的裙装,不同的风格都能match, 不过趁着秋风还未萧瑟的时候,F君倒是更建议大家,先将美美的裙装get起来,不仅很适合可穿可脱的出秋天气也能帅气坚军柔美,让人不得不爱,如果是有腰带的中常款风衣,还可以将它直接当做一件连衣裙穿起来,可甜可言F君自己也很是喜欢,而等到气温再低一些的时候, 套上长靴就是东西最有型的时髦宝暖look除了经典的中常款风衣之外,这种更长更防风的常款风衣,也是时髦人们的最爱,少了一些中常款的干脸却多了几,分消法的街头气息,在时尚圈可谓更是炙手可热,走路都带着风,是它最大的特点,宽大的,修身的,不同版型的常款风衣,在时装周的街头都是随处可见, 足以证明它的时髦程度,不过,要论瞧人程度,常款风衣绝对是所有款式里面最占人的,看俄罗斯明月Mirror Slavit Duna的示范就知道,希望不到160厘米,等它以后都不要再碰着近衣服,虽数高挑身材穿起来最适合,但小个子女生也不是没有办法,在选常款风衣的时候其实选这种到小腿肚的长度的款式就完全OK, 个子也不高的一米,so就是这么挑的,另外这种超长款的风衣,最好也不要选择太过oversize的款式,不然不仅压缩了身高而且会显得超级雷瑞哦,小个子女生这边请看过来,为你们量身定做的短款风衣,了解一下,脱离了传统的风衣设计, 将风衣的下摆缩减至臀部或以上的位置,拉高的腰线嫌腿长的能力没得说,如果你有一件刚好能遮住屁屁的短风衣,甚至还可以前面说的那样,将风衣直接穿成裙装,超火辣的, 人们在追求长腿都可以说是非常放心病狂浪,超魔Emily Pompanova本来就腿长一天,还要穿这种短打风衣来气人,158厘米的时尚佛主Natasha Goldenberg更是山阿慈道, 属于小个子的秋季少了短款风衣怎么行,为胖的女生最肯如何之肉,在选择风衣款式的时候,真的需要慎重再慎重,相比oversize的风衣,修身偶直通的长风衣,更能打造出身体的直线型, 写瘦的同时还能出现高级感,日常她配一条直筒裤,就能借一行走在秋冬街头,不会太浮夸反而显得干净利落,修身款长风衣对胖胖女生简直不要太慢, 有的长风衣会自带腰带,你可以运用它来打造纤细腰围,另外它还会赠送你一个好比例,使毛巾们为了让造型变得更生动好玩, 它们会用毛衣或者腰包绑在腰间,不仅达到了显瘦效果,还让时髦度up漆皮材质的风衣在全版的秋冬显得尤为热眼,很适合追求个性的小伙伴, 格恩绝对是秋冬不可或缺的时髦元素,把它运用到漆皮风衣中颇为新颖有趣,格子空满可不要错过了,上身丰满的小可爱,尽量也要避免选择落间的oversize风衣, 否则会显得更臃肿,这种身形的小伙伴是可餐质纯顺,简洁的风衣,它可以有利于缩小上半身的膨胀感, 从而打造精致油拉肥油浅色系的风衣,真的是越看越舒服,在秋冬季穿着随意又轻盈,对于上身丰满的妹子来说十分友好,轻薄的风衣走路带风,搭配小白鞋或小白鞋瞬间年轻了一把,风衣内搭一件黄色裙装, 瞬间打破了秋冬的无聊感,随意奔,跑得洒脱劲让人心情愉快,常规款风衣已经看你,不妨尝试一下一缸一柔的绸缎风衣, 新鲜又出调的look简直迷SK而然,风衣上的肩章,有一定的变肩效果,视觉上会增加肩膀的宽度,非常适合窄间的女生穿着,有了肩章的加持,风衣会显得更为阴朗阴气,SO,窄间妹子也能营造强大气场, 需要注意的是,落筋款的风衣,很容易显得没精神,是窄间女生的雷区,选择版型挺刮的风衣,才能潇洒加倍,踩上一双哭哭的黑靴,无疑给造型增加了不少气势, 而风衣的存在又不会让你失去优雅感,带有肩章的穿款风衣,可以满足窄间女生的多种需求, 搭配贝雷帽是满满的复古风,换上棒球帽则是率性的boyfriend风,除了肩章,这种大翻领风衣同样有横向拉长的视觉效果, 内搭一件条纹衫,既有心又清新,肩换要选择的风衣款式,刚好和窄间相反, Oversized 加落间的风衣可以很好的模糊间线,如此一来,旗帜时矛当也挡不住, Oversized 风衣还有一个好处,就是可以进行叠穿,要造型的时候,不妨将风衣随意抢开, 走路上风的状态更能凸显于介绊,想要穿出年轻感也不是什么难事, 内搭黑霸服装搭品,胶彩一双运动鞋,这些搭配都会让你的风衣造型更减零, 想要来点小突破,又不想太明目张胆,F君建议一批格文风, 一,无论是职场look还是通勤风都能轻松搞定,舍不得放弃漏风的舍毛巾, 已经开始用风衣机制冒锁骨了,将风衣烧烧完后浪造威灵,从而产生纵向的视觉效果,肩膀也会显得更窄大, 最后,如果你正好进期就业选购风衣的计划,希望今天的内容能报道你, 还想要看更多关于风衣的文章,也可以在留言区告诉F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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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